最近這兩天在澳洲City 有關黎智英的一個霓虹燈的剪片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霓虹燈就是香港的一個特色 而是港隊的剪片 這就是黎智英的那個影像 是說有一條剪片 拿著對手拿著的腰 拿著一個龍心版 你說的Hong KongCity City is the ring 就把龍心版 這個人生的剪片 就是在澳洲Jitney 在澳洲Jitney剪出的 就是有一位澳洲的律師 叫做Mark Perrin 他就在香港長大 原來他和他家人 他爸爸媽媽就很早期就去了香港 所以他對香港的感情很深 他就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他就知道黎智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因為黎智英其實去年已經是獲得提名 去競逐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今年呢 就仍然是有獲得提名 諾貝爾和平獎 除了黎智英也有幾個其他幾個香港人 那其實都是作為香港的一個抗爭的代表性人物 那這個Mark Perrin 他就在全香港用表心的緣 在香港製造 那他在澳洲是做律師的 那他就研發了在Melbourne Melbourne有位魏紅燈的藝術家叫Steven Coe 那Steven Coe就很擅長 去製造一些魏紅燈的藝術品出來的 那他們兩位就合作了 由Mark Perrin就設計了這個黎智英的展品 希望推動這個黎智英代表香港人 去獲得這個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所以兩個禮拜前我就已經跟他 跟幾個人聯絡的了 就開始在Sydney那裡 Mark Perrin就找人幫忙 就去推出這個展品 就在市中心那裡 他就找到這個Sydney市市長的支持 找了有一個廚商的舖位 就放了這個東西 那另外他其實都有放上去街那裡 就去展示 希望多些人去看到這個展品 那這個展品就寫明了 Hong Kong、香港 Jimmy Light、黎智英 這個梁心犯 那這個形象呢 其實大家留意看看那個畫面 他有一條鐵鏈、有條鎖鏈 鎖著對手、鎖著條腰 如果大家印象很深刻 就是黎智英被拉出庭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形象 這個形象真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我經常想起這個形象 我經常想起這個形象 為什麼香港其實 在港英年代很少這樣 將一個犯人 就是好像這些是不是叫五花大綁 那條大鐵鏈鎖著條腰鎖著對手這樣去出庭 真是非常罕有 我唯一想起一個這樣的形象就是 共產黨那個什麼叫革命樣板戲 紅燈記 紅燈記 紅燈記裡面那個李玉和呢 被拉的時候就是這樣 那個李玉和就是鎖著對手 好像是不是都鎖著條腰一樣 就是一個這樣的形象 我想起是誰想出來將黎智英鎖著出庭呢 那令人想起就說那個 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裡面那個李玉和這個人物 是一個英雄人物來的 所以這個黎智英其實在香港人的心裡面 甚至現在其實去到一個國際的層面 都是這個黎智英呢 是代表了香港人的一種抗爭精神在那裡 那這個抗爭精神的話 真是一個非常之有代表性的一個角色在那裡 所以我就說為什麼會想起這個 鎖著條鐵鏈就是紅燈記裡面那個李玉和嘛 所以我覺得香港那些國安想到這個用鎖鏈鎖著 這個真的非常搞笑在那裡捧著黎智英 把黎智英捧成這個紅燈記裡面那個英雄人物 當然了紅燈記就是共產黨的啦 不過黎智英其實不愧就是一個香港的 其實真的是一個英雄人物來的代表了抗爭 那希望今年這個十月份就會公佈 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獎 究竟是誰得獎 那我也很希望黎智英能夠代表到這個香港人 一個香港的抗爭精神能夠拿到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其實呢說回這次這件事呢 黎智英呢說被控了很多條這個所謂的罪名啦 都是國安法說已經運了是不是超過三年啦 那些審訊說審完又審審完又審這樣 審到沒完沒了這樣會不會坐了一輩子呢這樣 那如果在澳洲西德尼的朋友啦 如果有興趣去看一下這個展品啦 那現在這個展品呢每天呢就放在市中心 西德尼的市中心的Peace Street Peace Street 303號 那裡有個廚窗 那個廚窗呢就放在那裡呢 你挖過去呢就可以看到那些危紅燈亮了 這樣閃下閃下這樣 那些危紅燈就真的是香港的廣告牌的特色來的 那這個展品呢就一直會展示到十月 那個諾貝爾和平獎公佈會出來啦 那這個設計者就是Mark Perron 是一個澳洲的律師啦 他說他自己因為在香港成長啦 他就非常的關心香港社會的變化 那他呢就在澳洲都生活了超過二十年啦 他跟很多澳洲人一樣呢都非常的關心香港現在的情況 而且感到憂慮 他說香港作為曾經最自由的城市之一 現在變成呢是最受限制的城市之一 啊這些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香港發生什麼事啦 啊所以啊Mark呢就跟在Melbourne呢 一個危紅燈的藝術家啦 叫Steven Cole啦 就合作那製造了這個危紅燈的展品啊 那叫做貼鏈中的黎智英 那將這個畫面呢給除了香港人看之外呢 都展示給澳洲人或者全世界的人都希望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危紅燈的展品啊 那就其實以示去支持爭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 那在Cindy這裏呢其實我兩個禮拜呢 最近這兩個禮拜呢已經留意這宗新聞了 還有跟Mark就談過啦 那其實都已經擺了在這個Cindy的市中心 是展出了有很多天的了 都是很多義工朋友在幫忙這樣 那幫忙把這個展品展示出來給大家看看啊 那據說呢就說呢他弄這個危紅燈呢 原來都花了超過一百個小時 超過一百個小時去做這些這樣的展品 其實真的不簡單啊 都是一個心血在那裏啦 那大家都希望呢就黎智英 是不是可以有一天早日會獲得釋放啊 釋放出來 好啦其實大家都看到呢 現在香港的變化啦 真是令到很多人有很多想法啦 那今天呢我就看了很多 這兩天的新聞啦 我在這個YouTube的畫面下面呢 就列了今天想說的幾樣東西啦 那一個就是從這個 這個危紅燈有關黎智英獲得提名 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這個危紅燈的展品展示出來啦 那一路會說到呢就有關在香港的一些 啊涉及到所謂的國安啊 這些這樣的案件這樣 那一路呢我就會說到 哇今天還有一個單新聞就是英國外交官 原來發現呢中共的攝聽器啦 這個發現的過程也很有趣的啊 那再說回最近這個禮拜就說 外國駐香港的領事館呢就被要求交出職員的資料這樣 那再說回一下這個公共國防部長李尚福啊 繼外長秦剛之後失了鐘啊 那一路呢到今天的最新的新聞呢就 哇這個馬來西亞環歌手那首新歌 這個習的玻璃心 習近平的玻璃心啊 原來真是不堪一擊啊 那然後呢就被bully霸凌下架啊 在youtube那裡啊有這樣的事啊 好了那我剛才一開始呢就播了有關在Sydney 這個有關支持黎智英去提名國族這個諾貝爾和平獎的 《偽紅燈》的展品啊 那如果在澳洲Sydney的朋友呢 有機會呢可以去這個Peace Street 303號那裡看看啊 那現在都有一些義工呢看看會不會說 將這個展品呢再移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啊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那我今天看到的新聞呢 是一個呢有四個香港大學生啦 原來呢就這個香港大學生會評議會 在前年呢就通過了一項議案 就是感謝七一刺殺警察的案件的疑犯 這樣說感謝他啊 那然後呢 那現在呢就有關的四個香港大學生呢 就承認煽惑他人啊有意圖傷人罪 所以這件案件呢押後到10月30號灌營 就是還有這個一個多月啦 好啦其實這些呢我看一下先 首被告張敬生的代表律師呢就求情的時候說呢 被告對事件呢深感後悔願意附上全責 他又指在議案通過兩天之後呢就已經召開了會議 就是將這個議案呢是撤回的 那就減輕了事件的煽動程度 那區域法院法官呢 謝沈志偉呢就同意撤回議案是有力的求情因素 但是呢就說被告引起公憤之後呢 先自撤回議案說公憤啊什麼公憤啊 什麼公憤啊這些好像是很政治性的一個 一個表態來的喔是中共的習慣來的喔引起公憤啊 那他說這個求情呢現在法庭呢就會押後到10月30號判刑啊 其實這些呢我想起什麼呢 現在法庭呢當然說這個廣大學生會評議會啊 這幾個學生死命被告啊 當然說他有罪啦看不知會怎樣判罰啦 但是呢如果看回中共那些這樣的政治宣傳 當然現在中共的政治宣傳呢 當然是說這四個廣大學生啊有罪啊 他們的做法是在那裡煽動不對的 但是如果大家看回中共那些政治宣傳啊 以前一路的政治宣傳 他們是宣傳說什麼打倒這個國民黨政府是對的 那些他們那些其實是紅色革命的暴徒啊 也不是做到現在好像港大學生這樣的事情一樣的嘛 是不是? 所以呢我都記得那個七一次警案啊 那麽如果你看回中共那些政治宣傳 那麽如果你看回中共那些政治宣傳 由中共成立到現在 中共一路都是歌頌一些紅色暴力革命 一路呢譬如說紅色梁子君啊這些 又不是說歌頌一些暴力 還有呢就說去虛反政府啊 那麽所以說那麽你現在港大學生 這四個香港大學生 他們錯嗎? 如果你用回中共那些政治宣傳 他們是這四個港大學生是沒有錯的 所以這些就各回各眼了 因為這些呢就不是可能我們可以討論出來的 不過我就說有時候中共呢 它自己宣傳說要推翻這個國民黨政府 就非常的對 非常的合理 啊他們煽動這個紅色暴力革命啊 做這些是非常的合理 但是都看回香港人呢說 哎這些又違反國安法那些又煽動什麽呢 這樣啊 所以變成是雙重標準在這裏 雙重標準 好了那這兩天呢 看看香港國安處又拘捕了 嘩周圍在這裏拉人 人家經常就拉那個拉那個這樣 好了看看這個呢 最近又拘捕了一個46歲的男子 涉嫌多次透過社交平台持續發布 具有煽動意圖的訊息 包括煽動他人引起對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憎恨 要求制裁政府人員和煽動使用暴力等等的罪名 嘩不知道我做這個節目 可能都有煽動在這裏 那這些煽動呢 其實我就說中共是雙重標準的 你看看中共的歷史 由1921年去成立這個中國共產黨 嘩 中共成立的時候呢 其實是非法的 是地下黨的 到現在究竟它有沒有真正去註冊登記呢 都被人質疑 都被人質疑 起碼就在香港 在一個地下黨 香港是沒有正式在 中共沒有在香港正式註冊登記 其實是不合法的 在澳洲這裏都有中共黨員 又是非法沒有註冊登記 好了 那現在呢 不過呢 這些是官字兩個口 又可以雙重標準 不同的邏輯 好了 那國安就周圍抓人 好像共產黨以前宣傳那些 國民黨時期的白色恐怖 以前呢 共產黨就在這裡罵國民黨 那現在呢 中共就用回 他們罵國民黨那一套 來去對付香港人 好了 看看先 警方呢 就在早兩天十八號 在紅磡那裏呢 就採取執法行動 就以涉嫌違反香港法例 第二百章 刑事罪行條例 第九和第十條 所謂 作出巨煽動意圖的作為 這個罪名去拘捕了一名男子 那警方也根據法庭搜令呢 搜查被捕男子的住所 並且檢獲呢 曾經發佈煽動意圖 信息的電子通訊工具 那他抓了那個人呢 就扣留調查 不知道 好像消息沒有說他放出來 那所以看回這些新聞呢 那我就經常會想起 重拘黎智英都現在不斷地拘捕那些人 那其實重演什麼呢 就是說 共產黨當年的政治宣傳 就是說 共產黨怎麼受到國民黨政府的迫害 當年共產黨就受到這個國民黨政府的迫害 受到蔣介石政府的迫害 現在輪到就是 共產黨掌握權之後 就用回這個 白色恐怖的那一套東西 去對付香港人 其實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真的喔 好了 看一看呢 不過今天呢 都有一單比較開心的新聞 就是 前言學施政的召集人王逸戰 刑滿獲釋 超過十名親友 在監獄門口迎接他 這個呢 又是一位王逸戰 我可不可以用一個英雄人物去引用這個年輕人呢 他放了出來 其實他被這個判囚 被判囚三十六個月 其實這些呢 很多東西 是不是都目須有的罪名呢 黃逸戰就在2022年承認串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這些罪名不是好像這個 紅燈記裡面李玉皇那樣 是不是 在中共那些革命洋版 有很多這些角色的 就說這些 叫做什麼革命分子 當年就是被這個白色恐怖國民黨政府 所對付 所拉又拉又鎖 甚至殺頭 那現在呢 就調過來 就是共產黨啊 或者香港特區政府 用了這個當年國民黨政府 白色恐怖那一套 來去對付自己的老百姓 好了 黃逸戰今天就放回出來 我想很多人都替他開心啦 坐了這麼長的 這些叫做政治冤獄啊 好了 他今天出來呢 先看看 有些照片 穿著牛仔褲很開心的 這樣出來啊 那一班 親朋戚友 就在這裡迎接他 那黃逸戰呢 就跟他爸爸媽媽擁抱啦 很開心啦 開心到哭啦 有朋友送上呢 一些卡片給他 貼滿了他生活的相片 上面寫著呢 說了再見 約定再見 約定再見 就會再見 我都想起啦 很多香港人說的一句說話 約定在煲底下再見 看我們什麼時候會在煲底下再見 好了 那麼 龍逸戰呢就說呢 他說這兩年最掛著的就是 媽媽煲的 靚湯 他修正 認出了 和家人的關心 關愛 他說自己呢 沒有打算呢 離開香港 他說呢 坐牢的時候 發覺對自己呢 和香港這種土地呢 物不可分 很喜歡香港 他說很想跟香港人講,越動盪的時代,我們越要保持內心的善良 活得真誠,去相信希望,挺直腰骨,站好 這番說話很值得大家聽聽,善良是非常之重要,善良,真誠,相信,希望 還有要挺直腰骨做人,其實香港人真的跟在大陸的人 一個很明顯的分別,香港人是非常之有骨氣的 香港人是非常之善良和真誠,充滿希望 所以王逸戰這番說話,我聽了都非常之感動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這番說話 他今天出來向記者表示,就說他沒有打算離開香港 其實現在有些人選擇離開香港,有些人選擇留在香港 其實都是各有各的選擇,沒有說是是非非 哪一個一定是對哪一個一定是錯的 其實因為大家面對的東西是不同的 其實好像黎智英他本來都很有時間,很有機會可以離開香港 不過他就選擇留下,黃逸戰也是 好了他說,雖然這兩年他還在香港 他說因為一場資格就是那個監獄那幅牆 他有莫名的鄉愁 他發現原來自己跟這片土地是密不可分 他說無論未來是變得多壞都好 他都想盡力留在這片土地 和這片土地同金共苦 這番說話真是,我聽了都很感動 他說在在囚期間經歷傷痛,憂愁分離 明白要珍惜擁有的一切 他說這兩年最想念就是他媽媽煲的湯 他說之前呢,在外面還沒進去坐牢之前 媽媽煲的湯他就不會喝,或者很少喝 想不到坐牢這兩年呢,他就想念媽媽的湯 他說可能媽媽煲的湯在其他人的眼裡 是平平無奇 他說但是在他自己的眼裡 媽媽煲的湯呢 象徵著自由 和家人對他的關心、關愛 他說坐牢的時候呢,很多時間呢 他就會在那裡思考未來 和想想過去和想想未來 他發現自己比想像中呢 是不是耐弱呢 他說原來他發現比想像中是耐弱 更加容易哭 但是又覺得自己很幸運 很幸運 他說身邊還有些人呢,願意去支持 和鼓勵他 令到他有足夠的勇氣呢 去抵禦黑暗 所以這些支持呢 大家朋友之間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那他今天就放牢出來 他就說希望先陪伴他的家人和朋友 他會去看守啊 會去讀書啦 他説無論什麼時代都好 知識都是重要的 他說都想讀多些書呢 去裝備一下自己 去迎接未來的挑戰 他說作為國內人 很明白在囚人士面對的困境 他說未來或者會加入一些 什麼組織啊 或者非政府組織 他說 始終這幫在囚人士 都是被主流社會所遺忘的香港人 他想陪伴他們 繼續同行 我聽了都非常之感動 孟一千 這位這麼年輕的年輕人 坐牢回來 今天放了出來 非常之樂觀 非常之有希望 其實真的代表了香港年輕一代 不屈不鬧 繼續向前 今天看到這宗新聞 就是都 是不是叫做開心啦 坐了這麼久的牢 總之可以有放出來的一天 我都希望其他在囚的人士 包括黎智英 希望他們可以早日放出來 其實現在香港的變化 大家都知道了 法官 國安法 怎麼去做 大家心中有數 大家心中有數 那麼 被拘捕的人 黎智英 到今天放出來的王日戰都好 他們究竟犯了什麼事 有沒有 是不是真的犯了什麼罪呢 大家心裡都有一把尺去量度 究竟那些是不是真的 是什麼罪來的 那 今天都非常替他開心 放出來 所以今天呢 都有一些新聞在這裡報導 這一宗 說 哎呀 很開心啊 他放出來 所以有 超過十個親友在門口那裡 等他出來 這樣 然後呢 聽先 講完香港這裡 今天有一宗新聞 有幾 幾特別的 英國的外交官 哎 這個外交官發現了 他被中共的方面 就是送了一套茶具給他 那他 很有趣的這宗新聞 他回了去英國 那這位英國外交官呢 本來就是被派駐在中國大陸 那他就離開中國大陸的時候呢 中方的人員呢 送了一套茶具給他 那他就拿了回去 回到英國 我想他都幾喜歡 可能喝一下茶 喝完茶就去洗一下他這樣 誰知道呢 一個不小心打爛了 打爛了 居然發現了 嘩 這個茶具 應該有點陶瓷 一邊原來藏了 有偷聽器 偷聽器 嘩 好搞笑啊 這些真是 好像那些電影情節那樣 我看一看一看 在英國的傳媒報道呢 這位英國前任住中國大陸大使館的官員呢 在離開中國之前 那麽就獲得中方呢 就送了一套禮物給他 是一套茶具來的 應該是陶瓷啦 所以這麽容易打爛 那麽就說 他拿了去英國 那麽可能也有空就拿 那些茶壺 倒杯茶來喝一下 喝完就洗 那麽 不小心滲一滲手 那麽就掉了 掉了到地上 那麽就打爛了 打爛了 看看 哇 原來有偷聽戲 在這個茶區裏面 哇 這真是007的情節 這些 不過他就說 唉 他相信就沒有被監聽了 有什麽秘密 敏感資料的 這樣 相信啦 不知道啦 那麽 還會 跟著 不小心